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嗎 電線電線可怕的電線 哇 它可以順利脫困嗎 喔喔喔喔喔這個餅乾穴 哈囉大家安安我是李佑 不知道有沒有踏友跟我一樣 覺得每天自己上班累得像跳狗 然後呢下班回到家看到一堆的灰塵頭髮 加上我自己家裡又有養狗 那一坨一坨的狗毛在地上 看了真的超級阿讚 好想打掃但是累到連 舉起吸塵器的力氣都沒有 那到了假日又只想探在床上追劇 要嘛就是出去走跳 要花兩三個小時打掃真的太辛苦了 那我當然也有想過不然就請別人來家裡打掃 可是呢要讓不熟的人進到家裡面 心裡又會有點怕怕的 唉我想這時候大概只能派出媽媽了 喂不是啦不可以這麼不孝 為了幫助跟我有一樣困擾的踏友們 我今天就要來實測一台 號稱比媽媽更好用的掃地機器人 不過講到掃地機器人 我自己其實有一個不是很好的經驗 我記得某一年過年阿 我買了一台不算便宜的掃地機 想說要送給媽媽當禮物 結果用了發現 唉不是很好用耶 你知道我前面有那個頭髮喔 他就從我前面這樣 摸過去 結果頭髮還是在耶 什麼意思啊 而且呢他只要纏到那個電線呢 他就一直吵著叫你去救他 根本幫不上忙 所以不到半年呢他就被打入冷宮了 那知道今天又要來開箱掃地機器人 其實我抱持著非常大的疑問 想說掃地機真的掃得乾淨嗎 我不相信喔 所以呢我決定今天要來化身嚴格的考官 要來考驗看看這一台西掃脫洗轟 五大功能急於一身 知名機器人品牌科沃斯旗下的子品牌 ED Floresan Station 是不是真的像他們主打的高CP值高質感高使用性 醜的擺設是災難 質感家電成王道 要挑選家電第一步一定是先看外觀嘛 顏色好不好看啊跟家裡搭不搭 就像挑選另一半也要先看外表是不是你的菜嘛 畢竟一台掃地機就是要用三到五年 你如果樣子不喜歡 你每天在家看到它心情也不會好 那這台ED Floresan Station 整體外觀是簡約大方的設計 我第一眼其實是先被上方這個 玫瑰金的啟動鈕吸引 覺得顏色很有氣質 又是我喜歡的粉紅色先加10分 那它前方有3D正面TOF導航 可以快速建置家中地圖 左右兩側有避障感測器 能聰明迴避障礙物 不會讓掃地機器人變碰碰車撞來撞去 後側為拖地水箱的位置 至於儲存盒則在上方 只要把上蓋輕輕翻開就能取出清理 接著我們翻看底部 兩側有下壓式彈力邊刷 中間有貼合式多地面滾刷 下方則是雙盤對旋擦地系統 可以模擬真人在拖地的狀態 而且拖布是磁吸式的 拆卸很方便 再來這台是有吸掃拖洗烘五個功能的 而且還不用動手洗抹布怎麼做到的 歸功於這台自清潔機站 上方打開有兩個水箱 分別為4公升的清水箱及污水箱 洗完抹布可以自動更換污水 背部有繞線設計 這點我覺得蠻貼心的 就不怕線纏的到處都是 下方有一個可拆式防水墊 不怕掃地機底部水字弄髒家中地板 還能輕鬆拆下來做清洗 重點是這台還有內建40度C的熱風烘乾 讓底下的拖布不會潮濕發臭 OK 基本外觀功能都介紹完啦 你看像這樣整座擺在家中 就像一個很有質感的擺飾 不會很突兀 目前看來第一關是有通過我的考驗的 不過剛那些都只是前菜 接下來才正式要進入實測階段 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啊 好 那我們現在要直接讓掃地機來打掃我們的攝影室了 這邊有超多的燈啊 架子等等的 你們不要看好像很乾淨 其實這邊已經好幾個月都沒有拖 因為阿姨不會特別進來這邊來清掃 那在實測之前呢 我們先讓掃地機的水箱跟清水箱去裝乾淨的水 好 那開始掃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底下的這個托布先拿掉 它可以更快速的建置這個空間的地圖 那它其實非常方便 只要連上Wi-Fi 你就可以用手機APP來操控 然後我們先讓它快速建置一下這個空間的地圖 好 那它其實建地圖蠻快的 不到兩分鐘就把這個環境偵測出來了 接下來你以為我這個考官這麼隨便的嗎 我當然要出幾個挑戰來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清乾淨啊 我們先開始來布置 你看我超用心喔 還搜集了我家中奶茶狗毛 還有我的這個頭髮 就是要來烤它到底夠不夠力 笑死 培家裡的毛會這樣 這毛應該可以拿來做圍巾吧 這對它來說應該有點困難喔 這餅乾是那個 昨天他們吃剩的喔 我沒有在浪費食物喔 接下來這個是我們今天的大魔王關卡 就是有一點風乾的醬油 那這個其實人差都需要費典力 我們就來看看伊迪可不可以順利把它清乾淨 剛剛的向大家看到我們已經設立了四個挑戰區 那它真的要正式進入打掃囉 伊迪你準備好了嗎 開始掃脫任務 那它的吸力其實是有到5100%的 市面上主流的掃地機器人 基本上都是落在1500到2200% 所以伊迪這個吸力基本上可以算是前段班了 那它前方因為有一個3D正面的TOF導航 另外它左右各有一個避障感測器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它不太會碰撞 可是又可以掃得蠻細的 電線電線可怕的電線 哇 它可以順利脫困嗎 恭喜伊迪脫困了 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餅乾穴 餅乾穴 哇 哇賽 是掃乾淨了嗎 其實10分鐘它就會自動回去清洗一次脫布 就是你也不怕它就是髒的地方 重複的掃 讓你整個家變更髒 這點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那它現在就是回去清洗脫布的階段 掃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用就是手機APP去調整 像是它的吸力 你可以覺得它也太吵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調整靜音模式 最強力的模式 拖地水量你也可以調整低中高 甚至清掃你覺得房間特別髒 你也可以選擇兩次的清掃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還蠻方便的 剛剛這一區就是在它回去洗抹布的同時 然後它就 就把這餅乾淨就弄掉了 我有點嚇到 現在這邊完全乾淨耶 有一點點掃到外面 等一下就看到它會不會把這些也清掉 但是蠻猛的耶 它這邊現在就是在做自動換水的動作 當水會把它換到這一個污水箱裡面 本來以為就是它在燈底下 它如果一個方向過不去之後 它就會直接放棄 沒想到它是會繞另外一邊再過去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整體清潔的細膩度還蠻好的 它會慢慢從外面掃進去 我看到一坨毛被它拿走了 有清掉嗎 有清掉嗎 欸 沒有在開玩笑耶 毛全部不見了 重點是 角落也沒有 它沒有把它噴到角落去喔 所以 我加奶茶的毛都被它吸進去了 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牛奶區的部分 這一邊是它剛剛有經過的地方 所以這邊基本上是已經擦乾淨 是水 是水的味道 然後這一塊是它還沒經過 看它等一下會不會在這邊 再把它拖一次 清掉了 欸有有有有有有有 喔第三回合第三回合 有嗎有嗎有嗎 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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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清掉了 有吧有吧有吧 有有有有有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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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有啦乾淨了啦 好那經過剛剛非常努力的清掃 基本上這個醬油的痕跡都已經消失不見了 因為剛剛我們知道就是醬油會比較難清 我有先設定讓它可以自動清潔兩次 所以它有這樣子一次這樣子一次 然後全部都變乾淨了 那加上其他幾個區域也都清得蠻乾淨的 所以我覺得伊迪算是有通過我這一次第二關卡的實測 那可以看到攝影師約六七坪的空間 伊迪花大概30分鐘內就打掃完了 圖上面密麻麻的線也看得出它真的掃蠻細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它的成果怎麼樣 先來看就是出城河的部分 哇塞有沒有看到 就是奶茶的狗毛還有餅乾屑 全部都已經在裡面了 哇真的是清得蠻乾淨的 哇塞你看吧我就說攝影師超髒 你看這水多噁心超髒的 伊迪剛剛非常認真的拖完地了 我們先來看看它底下的拖部是不是濕的 喔是真的濕的啊 它沒有在偷懶騙人喔 真的蠻濕的 看一下有沒有味道 就是潮濕的味道 沒有什麼醬油牛奶味 那我們就要開始直接來實測它的烘乾功能 那它其實它APP裡面呢 其實可以選擇兩小時三小時四小時 我們就來實測看兩小時之後 它到底有沒有真的乾掉 開始熱風烘乾 我們來看看它有沒有認真在工作 摸一下 它這個真的有點燙燙的耶 給大家看它到底有沒有烘乾 我用擦手指去壓 上面都沒有水痕 就代表它真的 嗯很棒 你有認真在工作 那我來聞聞看它有沒有 醬油跟牛奶味道 欸沒有耶 真的蠻厲害耶 導演你要聞聞看嗎 喔 它搖頭了 好啦 那第三關我也給它過關 好 經過剛的實測 我真的有對這台掃地機大開眼界 沒有想到它可以把挑戰區都掃得乾乾淨淨耶 而且它的電池容量有到5200毫安時 比市面上一般3000毫安時都還高出許多 它的續航可以到三小時耶 你想喔 這三個小時可以讓掃地機幫你打掃 你就多出三個小時可以努力工作 耍廢咧 那它APP裡面呢 其實也有很多客製化的功能 像是你可以框出特定區域打掃 或是指定哪些區域不要拖地 可以避免你昂貴的地毯沾到水 那另外你也可以預定時間打掃 讓掃地機呢 在你工作的時候努力打掃 你回到家就有一個乾淨的環境啦 那雖然掃地機呢 可以成為生活中的小幫手 不過提醒大家 它不是萬能的喔 在集成河的部分 因為它有拖地換水的功能 所以裡面有時候會濕濕的 清理起來就會比較花費心思 如果有個集成袋 可以自動倒垃圾 或是替換就會方便許多 還有雖然它會自動換水 可是髒水還是要自己去倒 期待未來的掃地機呢 可以直接接上水管 這樣髒水可以自行流掉 這樣我就真的解放雙手了耶 不過呢 目前跟它相處起來啊 我覺得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呢 CP值已經算很高了 當然如果要加上我那些許願的功能 價格就要再往上 可能就會超出部分使用者的預算 但是呢 ED FLORO3 STATION的價格啊 真的有讓我嚇到耶 那我旁邊分析了一下啊 如果你要找到這種萬元以下的掃地機 基本上它就只能做到吸跟掃的功能 那你再往上一接 1萬到2萬元的掃地機 它可以做到吸、掃、拖、自動換水 不過市面上要找到這種吸、掃、拖、洗、紅都做得到 堪稱旗艦機的掃地機真的不多耶 有些要嘛長得很陽剛 有些就是價格可能要到2萬 甚至3萬元以上 所以大家可以評估自己的居家空間跟使用習慣 如果你想要低預算入手多工的掃地機器人 就可以參考今天這台ED FLORO3 STATION 只要在12月25前預購原價2萬多的機種 預購優惠價只要15900 差了快5000元耶 那你如果預算沒有這麼多 你也可以考慮另一個無負擔版 FLORO3單機版 不當萬元就能入手囉 好經過剛剛的實測 再看到這個價格 其實我自己真的有點心動 那有幾個族群也可以考慮看看 像是如果你是在外租的小資族 你就可以跟室友合購一台 再也不用為了誰打掃吵架了 另外像是家裡有小孩啊 或是養寵物的 你看剛剛那些奶啊毛啊 都能清乾淨 真的可以替媽媽節省不少麻煩 另外像我們今天實測的辦公空間 又比較空曠的走道環境 你看讓機器人自己掃多方便 掃地阿姨也不用這麼辛苦啦 不過呢如果家中地形比較複雜啊 像是如果有盆地啊 丘陵之類 沒有啦就是如果有樓梯 或是家中的那個地上雜物很多 活動空間不是很夠 就會不建議購買了 你那掃地機掃個地 就像鐵人三項一樣 這種你們就自己動手清 不要為難機器人了好嗎 那看完今天的影片 有沒有跟我一樣使用過掃地機的踏友 什麼是你使用上的痛點 那看完今天1D Floor 3 Station 的實測 有沒有哪一個功能是最吸引你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 喜歡影片不要忘了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黎友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